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有4500万盲人 其中一半是因白内障而致盲 且白内障的发病年龄 也由过去的六七十岁 下降到现在的四五十岁 那么白内障是眼睛哪里出了问题 为何白内障不再是老年人的特有病 哪些症状是白内障在预警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医生的解答 智蒙眼疾 白内障 人眼中有一个组织 叫做精状体 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 光线透过它 及一些趋光监制 到达网膜 才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物体 一旦精状体由于某些原因 发生混浊 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 使人看不清东西 简单来说 白内障就是精状体浑浊 导致视力下降 人人都会得到白内障 据2018年趋光性白内障手术 新进展国际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60到89岁人群 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 而90岁以上人群 白内障发病率 更是高达90%以上 事实上 白内障是眼睛的一种老化现象 甚至可以说 只要活的时间够久 人人都会得白内障 而在年轻人群中 因为工作压力大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过度曝晒 高度近视等 很有可能造成 早发现白内障的出现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白内障只是老年人的事 早了解 早预防 很有必要 白内障的四个症状 1.事物模糊 早期的白内障 混浊程度还不是很明显 所以 仅仅是看事物的清晰度受到影响 有一种生活在雾霾之中的感觉 2.视力下降 随着白内障的进程越来越重 挡住了大部分光线 视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甚至到后来 精状体整体变得浑浊 光线无法进入视网膜 造成完全看不清东西的严重后果 3.近视 平时需要戴老花眼镜看书 读报的老人 忽然发现 不需要戴老花镜 看得也很清楚了 需要警惕 这是白内障的早期症状之一 此外 有些人本身就是近视 但很多年近视没有明显增长 近一两年突然间 近视度增长很快 大约200到300度 要警惕 可能不是原本的近视加深 而是晶体膨胀导致的白内障 4.单眼复视或多视 晶状体浑浊 使得晶状体各个部分的趋光力不均匀 便会像灵径那样 产生单眼的复视或者多视 看东西会有很多影响 如晚上看月亮 可能看到两到三个 当出现上述症状时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确诊 并积极治疗 切记拖延 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白内障的类型 1.皮质性白内障 这是老年白内障 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以晶体皮质灰白色混浊为主要特征 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期 出发期未成熟期 成熟期 过熟期 出发期 白内障仅仅出现为皮质的不均匀混浊 视力影响也不太明显 未成熟期 精状体的混浊较之前严重了 但是矫正视力或者裸眼视力 仍然能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 成熟期 白内障混浊非常明显 需要极早手术治疗 过熟期 不仅造成视力下降 还有可能出现激发性青光眼的表现 二 核性白内障 晶体混浊从精状体中心部位开始出现密度增加 逐渐加重并缓慢向周围扩展 早期精状体核呈淡黄色 随着混浊加重 逐渐变为棕黄色或者棕黑色 早期视力不受影响 随着精状体核密度增加 视力极度减退 眼底溃不清楚 三 后囊膜下白内障 是指 精状体后囊膜下浅层皮质 出现棕黄色浑浊 由于混浊位于视轴 所以早期就会出现明显的视力障碍 后囊膜下白内障进展缓慢 后期合并精状体皮质 以及合的混浊 最后发展为成熟期白内障 很多中年人重视高血压 糖尿病 脑部检查 却忽视了眼科检查 直到眼睛看不清东西才重视 医生建议 每年健康体检时 也要对眼睛进行一次检查 并且 平时也要注意自己视力变化 如果视力逐渐减退 及时到医院就诊 详细检查眼部情况 排除是否患有白内障 那么 想要预防白内障 在平时吃些什么食物比较好呢 营养师说 不妨吃这六种食物 保护眼睛健康 六种食物 保护眼睛健康 一 黑芝麻 黑芝麻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 还有糖类 维生素A 维生素E 卵磷汁 钙 铁 疙等 不仅如此 黑芝麻还具有补肝肾 滋五脏 易经血 润肠灶等保健效果 是滋补身体的很不错的食物 肝开窍于目 如果我们的肝脏好 那么眼睛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 而芝麻对肝脏健康有好处 那么这样一来 对眼睛也是有益处的 二 枸杞 枸杞是药食两用的 其养生效果不错 营养也不错 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和钙 铁等营养物质 这些对身体健康有益 并且 枸杞具有滋干补肾 易经明目的功效 有明目之功效 也被俗称为明盐子 根据现代医学的眼睛发现 枸杞当中的枸杞多糖和胡萝卜素 能够帮助集体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 维持晶状体的正常代谢 这些对帮助防止晶状体蛋白变性 减轻其混浊程度 有帮助 三 玉米 玉米是我们常见的粗粮之一 玉米营养丰富 糖类 蛋白质 胡萝卜素 黄体素 磷 铃 铭 钾 新等矿物质 这些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玉米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这是比较强大的抗氧化剂 并且 这些成分对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和白内障有帮助 可见对眼睛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四 西兰花 西兰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其营养丰富 含有蛋白质 糖 脂肪 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其营养成分不仅十分全面 而且 其营养位居同类蔬菜之首 被誉为蔬菜皇冠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这两种成分对维持精状体的透明 预防白内障发生和发展是有帮助的 五 胡萝卜 胡萝卜大家都不会陌生 胡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这种物质能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胡萝卜素对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是有帮助的 并且 胡萝卜含有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等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都对维持精状体细胞膜的生理生化功能 预防白内障有一定的帮助 六 菠菜 菠菜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富含胡萝卜素 维生素C 维生素E 膳食纤维 叶酸及多种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促进细胞生长 激活大脑功能有帮助 不仅如此 菠菜 含有的营养物质 对维持精状体的透明 保证精状体蛋白的正常代谢有帮助 那么以上就是白内障出现的症状 以及预防的饮食条理 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们能够自己在家里自查 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哦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